南京 石布崖附近 无法接近皇帝办公地点的徐正明 将飞椅放在大街上 双脚踩着踏板吸引过网路人 根据无限制的记录 这架飞椅形寺考老椅 下有机关 齿崖挫合 也就是用齿轮带动 人坐椅中 以两足机板 上下之机 转风旋即 即用脚踏板带动齿轮 再让螺旋桨旋转起飞 在南京百姓的围观下 只见螺旋桨飞速转动 平地刮大风扇起灰尘 连人带椅 竟然飞起来了 真奇物也 在飞高点 飞去房顶上 此处离皇家太近 若再飞高些 怕要落到陛下的院子里 哎哟 摔了 徐正明灰头土脸爬起 右手皮肤擦伤 膝盖处的裤子也破了 他拍拍手心灰尘 用别角的官话说 各位南京的街坊 比人徐正明 特来给陛下献上飞椅 无奈见不到陛下 先给街坊门献献宝 若是看得喜欢 就打赏几个 时不相瞒 比人盘缠用尽 今晚的住处都还没着落 再飞一回 有人起哄 徐正明笑道 那好 再给街坊门飞一回 他的飞椅已经改进过 可飞两尺多高 也就是将近一米 而且 尾部也有小螺旋桨 可以向前推进 甚至可以操作转向 上下之机 转风旋桨 上面的是大螺旋桨 下面的是小螺旋桨 围观之人越来越多 就连巡警都来了 一直站在路边看稀奇 可惜这玩意儿太费力 飞得疯狂蹬踏板不可 双脚踩得慢些 飞已立即往下坠 次次都是摔下来 还从来没有平稳着陆过 眼见飞已坠地 巡警立即上前呵斥 此处街道 不可杂耍为戏 更不得聚重喧哗 快快离开 否则就要罚钱了 徐正明连忙爬起来 拱手讨好道 这位察官 草民想要进见陛下 特从苏州前来献上此物 想见陛下 往那边的大信箱里投信 写明究竟有何事情 巡警说道 若是陛下愿意见你 自己遣人传唤 徐正明说道 投信好几日了 一点音讯也无 巡警笑道 那便是陛下不想见你 刚在南京设立信箱时 百姓都觉得新鲜 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写信投进去 渐渐的 他们发现皇帝不管小事 时间久了也就懒得写信 如今写给皇帝的信件 多为民间世子所投 内容无非两种 一种是建言献策 提出自己的政治意见 想要获得皇帝的青睐 一种是诗词文章 想用自己的文采来打动皇帝 有个家伙 一天一封 名字都在赵汉那里混熟了 搞得赵汉直接让人在信箱旁边张贴告示 闲话文章 不得投信 若有再犯 子孙皆不得围观 在巡警的催促下 徐正明和儿子抬着飞椅欲走 却见一见朔女官骑马而来 沿途大喊 谁是徐正明 谁是徐正明 我是 我是 徐正明连忙挥手 女官斥责道 客栈怎寻不到你 害我好找 嗓子都喊哑了 徐正明陪笑道 在下来南京已有半月 盘缠用尽 客栈伙计用棍棒赶人了 女官说道 快跟我走 把你那务实也带上 父子俩抬着飞椅 兴奋莫名离开 他听人说 皇帝喜欢奇物 这才冒险跑到南京 赵汉正在柳如寺院里 柳如寺挺着大肚子 在树音下散步唱曲 身为女官的李湘君 则坐在旁边弹琵琶伴奏 燕南征 西风吹极不堪闻 胡天辽利空相应 音书难欠 旷万里山兴 更水访红颜薄命 有西浅乌孙一生孤 另有荒焚烟所草青青 这是梁晨于江东白柱里的一首散曲 内容为平调古轮台战场所思 曲风词意苍凉壮阔 散曲跟戏曲不同 戏曲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歌剧 散曲则是明代的流行歌曲 习惯了还是很好听的 等一曲唱罢 才有女官过来禀报 陛下 徐正明带到 让他进来 赵汉说道 在看到飞蚁的一瞬间 赵汉就忍不住笑了 这是一架只剩座椅和螺旋桨的直升机 草民 赵汉止住 不用跪 抬过来我也看看 飞蚁搬到赵汉面前 他不顾形象的蹲下 用手转动踏板 两个螺旋桨果然转动起来 而且 还是全木制结构 就连齿轮也是某种硬木所制 齿轮间还涂抹许多香油用来润滑 整架直升飞机 没有一颗钉子 黑科技啊 赵汉站起来 你飞一下试试 徐正明坐近飞椅 再次踩动踏板 在皇帝面前 他特别有力气 竟然飞了一米多高 向前飞出五米多远 然后 历节坠机 这次飞得太高了 直接把螺旋桨的叶片摔断 哈哈哈哈 柳如是和李湘君都被逗笑了 同时又对此物惊诧不已 徐正明的儿子 连忙跑去扶起 父子两人跪在地上 徐正明解释说 陛下 草民还可再改进 今后定能飞越山河 赵汉说道 都起来 坐下说话 谢陛下 父子俩连忙站起 又对搬椅子的女官作一道谢 赵汉问道 你是木匠 徐正明说道 正是 赵汉又问 生计如何 徐正明说道 托陛下的福 没了降级之后 不用再给官府福意 平日里做些木匠活 倒也不愁吃穿 就是赚来的银子 都拿去做奇巧之物了 有时家里还会断粮饿肚子 这东西你做了多久 赵汉问道 徐正明说道 前前后后十多年 最初飞不起来 后来刚离地就往下坠 陛下 只要草民再坐十年 必能飞得比城墙还高 到时候 就可为陛下造几百架飞椅 工程的时候竟直从城楼飞过去 赵汉联想到大同军士族 坐着直升飞机工程的画面 画面太眉不敢看 赵汉问道 你可有婊子 徐正明笑着说 草民就一木匠 虽读过几天书 却哪里能取婊子 赵汉说道 为木从绳则正 燃木为火则明 你即是木匠 不如取字木得 多谢陛下赐字 徐正明大喜过望 从椅子上窜起跪谢 起来 赵汉说道 这非以赞且搁置 没必要一来就上天 可从地上跑得坐起 你那踏板就坐得很好 不如坐一辆可以蹬着跑的车 车 徐正明一脸迷惑 赵汉让女官取来执笔 画了一辆自行车 说道 人坐在上边 踩着踏板就可前进 徐正明问道 不倒吗 要不坐四个轮子 赵汉笑道 骑快了就不会倒 你坐三个轮子 四个轮子也行 不管几个轮子 没有链条的自行车 蹬起来都非常吃力 那玩意全靠前轮驱动 前轮大后轮小 还因缺乏充气轮胎而颠簸难受 赵汉让徐正明坐自行车 纯粹是想锻炼一下 赵汉说道 拿着我的手欲 去青天院找方以致 跟着他学数学和物理 徐正明说 陛下 数学草明会的 你会数学 赵汉笑道 徐正明说 草明的小儿子也在读书 他的数学课本 草明拿着自己学了 也不是很难 只要记住翻国数字就行 很多东西都跟算术是一样的 赵汉更加满意 说道 那就交给你一个差事 一边跟着方以致学物理 一边改进现有的仿杀机 织布机 最好能做出大机器 一次就能仿好多杀 织好多布 等你做好了机器 就给你申请专利 专利赚来的银子 青天院分七成 你自己分三成 这并非不公平合同 因为改进织布机的研发成本 都是官方拨款提供的 遵旨 徐正明学着戏台上的腔调 这伙还是想继续研究直升飞机 只不过赚来的银子入不敷出 因此跑来求见皇帝 想弄点赏银过日子 如今更好 在青天院有了差事 可以一边赚钱 一边倒鼓飞机 而且 还能以改进织布机为借口 免费使用好木材的边角料 随着江西那边推出水利仿杀机 仿布速度跟不上仿杀速度 因此 几年时间过去 仿布机也随之改进 但仿布效率只提高了20%左右 赵汉也搞不懂仿制机械 现在逮到个能做直升机的 当然要扔去做一些正事 在动力系统无法跟进的时代 研制直升飞机确实属于玩物丧志 徐正明如果继续搞下去 哪天真的能飞几丈高 那么迟早是要被摔死的 此人离开之后 又有女官来报 陛下 红城仇等一干人等 已经带到南京 送去挖矿吧 赵汉懒得见这些汉奸 山东那边一堆事情 红城仇 左良玉差点被人忘了 直到费如赫受命一失 才突然想起还有一堆高级俘虏 连忙送到江苏边界隔离 在坐船一直送到南京这边来 杀了起不太便宜红城仇 赵汉不喜欢搞凌池 一刀砍了又觉得不爽 那就送去挖矿 做一回劳动人民 能活几年全看汉奸们的造化 不要吐槽水结冰体积变大变小 老王物理是体育老师教的 我们在看汉奸 我们在看汉奸 这边来来来来用 绑属性 整理性 我